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太平洋板块碰撞所形成的火环上 是全世界火山最密集的地方 在这里 冰火交锋 人类禁服 拍摄团队只能乘坐直升机 冒险降落在火山口里 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要带您造访地球上最神秘的冰与火之地 俄罗斯从这里开始 斗大的字样 这是从机场开往市区 绝不会错过的地标 勘查家半岛是俄国极东的边疆区 1697年纳入俄国统治 地处偏远 直到18世纪 丹曼伊的俄国航海家白令 北方大探险 绘制航海图之后 世人才对勘查家有所了解 即使从首都莫斯科出发 都要飞越九个时区才能到达 勘查家被称为是世界的边缘 位在山坡上的首府 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 是个港口城市 1740年创建 敖口的名字 出自白令的两艘探险船 圣彼得号和圣保罗号 首府四周被火山包围 这是世界上少数 不能透过铁公路到达 与世隔绝的城市 五月底 冰雪未荣 克鲁雪夫时代留下的 共产主义住宅是主要景观 路上行人没有太多表情 这是个阴郁且不明的城市 站在首府最高处 成群火山两方助力 那是构成这个半岛的力量 此刻仿佛有骨魔力 正向国王召唤 我们即将要前往勘察家半岛的 火山自然保护区 这里是联合国的自然遗产 所以是完全禁止人类进去 没有任何的连外道路 因此要前往只能靠直升机 二支直升机 载着我们飞过小村庄 和一大片北极韩带独有的 泰迦林 勘察家半岛地处极北 冬季漫长 一年之中 有八个月都被冰雪覆盖 铺天盖地的雪花 呼啸肆虐的狂风 是半岛的主旋律 即使到了五月底 天地间依旧白茫茫一片 还有数以百计的火山区 圆锥状的火山 一座接一座 连连起色 固满冰雪的火山口 几世纪来依旧活跃 从不宁静 碧绿色的火口湖 绝美诱人 却充满着致命的亚硫酸水 飞在上头 若是不胜坠落 人积自然都是尸骨无存 严寒气候 险峻地形 鸟兽绝肌 伸人雾尽 这是地球上的人类禁区 除了极少数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之外 俄罗斯政府严格管制 甚至禁止一般人造访 我们是经过繁复的申请和许可 才得以靠近 一个半小时的飞行后 直升机终于飞进 勘察家火山群最核心的区域 克罗诺茨基保护区 一个多小时的飞行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 屋中火山头了 冰雪大地冒出滚烫热气 充满硫磺味道的水池 几乎要沸腾 白雪环绕的大圆凹坑 岩浆肆虐过的地表裸露在眼前 这是勘察家原住民传说中的神灵 乌宗火山 乌宗火山是一个超级火山 我们现在就在它的破火山口里面 在4万年前经过一连串的喷发之后 原本高达10公里高的火山口 现在塌陷成为 现在这样你看到一个破的火山口 这个面积高达了108平方公里 而漫长的岁月当中 在地热和冰雪的交互影响之下 也让这里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环境 这里你可以看到有温泉 有湖泊 甚至还有草丛 有生命存在在这里 在地球上你很难再找到另外一个地方 像这里这么独特 所以它也算是整个勘察家保护区 最核心的地方 更是所有火山专家和生态学家 必来的朝圣地 Pieter和Alexandra 是乌宗火山口的生态管理员 我们异步异趋地跟着它们脚步 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因为地底下蕴藏的巨大能量 蠢蠢欲动 一找到缺口或是缝隙 就会迫不及待冲动冒出 这些土真的很弱 哇 这些土真的很弱 哇 小心 嗯 嗯 但要很小心 好 這裡是水 對 越近你到熱湯 越來越危險 所以水可以溫暖 你會溫暖 溫暖的水 腳下步步驚心 寒風冷烈刺骨 還嗅得到濃濃的硫磺味 這裡的水完全是溫的 其實這邊就是溫泉 溫暖的溫暖 20度至90度 太熱了 這裡最高的熱泉 會到90度 白雪大地噴出熱泉 不可思議的自然奇景 在我們眼前爆發 烏宗 是勘察家原住民傳說中 法力無邊 但又心懷慈悲的神靈 四萬年前在一場火山爆發中 被圍在這個巨大的火山坑裡 地質科學和古老傳說 都驗證了烏宗的溫暖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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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在這一場裡 這別人 真的很快 竟然 我看不知 在這場裡 在這場裡 很滿均一 這房子 還不重要 幾乎 在這兩天後 哇 好大的腳印 熊的腳印 所以它是新鮮的吗 对 艾勒杉扎两天前和棕熊的确有第一次接触 我们买在温泉河 两个鱼 两个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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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个鱼 我们用了几个鱼 而不是他们来接近我们 好 所以你看到几个鱼 对 对 现在我们看到几个鱼 没有几个鱼 但是在冬天 有几个鱼 60个鱼 对 整个鱼 都会选择 对 对 所以很开心 对 最好 它是很暖的 这里有很多草莓和莓 他们只吃了它 你只会有恐怖的鸟吗 对 没有恐怖的 没见到熊出没 却有春鸟来报到 实际穿越火山口 用自己的脚步 体验正在进行的火山活动 这对人类来说 是一场不可思议的 探险旅程 而距离乌宗火山口 飞行十多分钟 我们进入另一处 更完美与世隔绝的 神秘下午 这里是深藏在自然保护区的尖歇犬骨 在这个长达三英里的峡谷当中 有两百多处喷犬 因为地理的火山活动太剧烈 所以大约每几十分钟 就会有喷泉出现 以及叫做尖歇犬骨 我们可以在这里感受到 非常多的蒸汽还有烟雾 也因为它与世隔绝 所以直到1941年才被人类发现 前苏联科学家乌斯蒂诺娃 有一天穿过这条狭窄的山谷 被一股突然涌出的暖流喷了一身 这犹如仙境的峡谷才得以温室 进歇犬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地质景观 地下水受到地底的原浆加热 产生水蒸气 水蒸气又形成空气压力 推动水从地底噴发出地表 因为火山地底热源稳定 所以会周期性地噴发 泉水沸滚声响 时时回荡在山谷中 进歇犬可以达到地底500公尺深处 温度最高250度 最巨型的泉水 还能冲到40公尺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蜡与火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蜡与火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